第一個就是說這個外交交白卷 因為現在他在過去將近三年他沒有出去過 那麼很多人都理解成他表面上解釋大瘟疫 但很多人的解釋也是說他怕死或者怕二十大被奪權 在二十大沒有連任之前不能出國 要守住守護他的權利 但是其實還有一個原因 那就是沒有國家邀請他 尤其是美國歐洲這些民主國家包括日本韓國都不會邀請他 他上任十年 日本是罕見的第一個中國領導人 沒有在日本進行一個正式訪問的這個領導人 就不受邀請 說他沒地方可去 說這是三年的尷尬 但二十大之前要連外交成績 說第一層他要爭取外交成績 他要去能去的地方 所以現在什麼中華關係中欧關係聽起來很小 就玩大國外交其實很尷尬 當然他順道也要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會議 說第二層的含義就是要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會議 想因為趕在11月12月參加這個所謂G20或者是APEC峰會前 想說我跟美國總統見面前 我跟俄國總統見面 這樣跟美國見面的時候有更多的籌碼 第二層含義 第三層含義也是向美國耍態度撒嬌 也就是說美國這個俱樂部不要我了 你不要我 我就跟俄羅斯跟伊朗去玩 我就組成流氓國家聯盟 向美國示威 這就是學北朝鮮懸崖戰術 像金正一樣能夠跳高 能夠玩懸崖戰術 玩到你美國來找我談判為止 所以中共也走上了這條路 都說習近平 中共在搞朝鮮化 北朝鮮化 那麼這一招也是跟北朝鮮學的 所以它三層目的導致它需要中亞兩個國家 也就是短暑的訪問一下 我想延續一下破崩兄剛剛所提到的 您認為說他出訪哈薩克斯坦或中亞這些國家 是另外一種所謂的結盟鞏固的方式嗎 破崩兄您一定是這樣子嗎 因為上海合作組織 他不得不去 如果他前面已經是通過視頻參加幾年了 這次去的話相當於是個開局 他也只能去這裡 其他地方也都不受歡迎 在北戴河會議中間 曾經英國微報報道說他要去沙特 他後來顯然取消了這個訪問 因為沙特太遠 他沒有安全感 走的太遠 可能北京會出事 那這次哈薩克斯坦他停了 一天都沒停 就跟到香港一樣 不過夜 就在哈薩克斯坦下旋地的時候摔了一跤 差點摔倒 從飛機上下來 那麼說明心情很緊張 或者健康有問題 結果根本沒過夜 當天晚上就到了烏茲別克 因為哈薩克斯坦他本身沒有安全感 兩個原因 托卡耶夫在去年底今年初發生政局變化的時候 習近平先站在老總統拉薩爾巴耶夫一邊 他認為這個新總統就是個傀儡 肯定鬥不過老總統 結果沒想到這個吉安組織 俄羅斯出兵之後幫了新總統托卡耶夫站住腳跟 搞得習近平很狼狽 所以臨時調整對哈薩克的政策 所以這是第一個不安全 第二個不安全是托卡耶夫現在並不承認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 儘管俄羅斯曾經出名幫助他 他不承認烏東地區兩個地方什麼自治 獨立 加入俄羅斯這種鬧劇 所以他的明確表態 當作普京表態 要尊重烏克蘭的領土和主權完整 這讓習近平很尷尬 用習近平支持普京支持俄羅斯 第三個他不安全就是哈薩克這個民主 跟新疆內部的哈薩克斯坦 哈薩克民主同文同走 中共在新疆搞集中營 迫害維吾爾人 也迫害哈薩克人 說哈薩克人一逃亂 動輒就到哈薩克斯坦 尋求政治庇護 而中共還要越近的去追殺 或者是跟哈薩克政府交涉 說他到哈薩克斯坦其實沒有安全感 也就是過一下 表明自己訪問了兩個國家 中國國內人還不知道 他只是停留了半天多 當天晚上就走了 主要還是去出席 在烏茲別克第二大城市什麼沙拉寒爾舉行的 上海合作組織峰會 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尷尬的會見 因為打亂了他們的原計劃 因為習近平和栗戰書出訪的時候 認為是二次撐俄羅斯的時候 那麼第一次撐是二月份宣布了兩國合作無上限 不封頂 是只有加油站 沒有終點站 當時堵的是俄羅斯可能在24小時到72小時拿下烏克蘭 結果連中國的留學生僑明都不撤走 準備拿五星紅旗去迎接俄羅斯 結果沒想到俄羅斯一去 就陷入了戰爭泥潭 那麼這一回習近平自認為在二十大有勝算了 打算第二次支持俄羅斯 明確表示支持俄羅斯了 結果沒想到又剛好碰上了俄羅斯的潰敗 在烏東地區的大潰敗 所以說他是少門新 也說他在國際上時運不佳 所以這個時候我認為雙方都會收斂目標 對普京來說去上海合作組織會員已經夠尷尬了 一個失敗者出現 對這麼一個號稱強者來說 很尷尬的事情 不知他做如何解釋 那麼習近平在這個時候本來想向普京大力提供支持 想通過這種支持向美國示威 但是看到俄羅斯造業如此的潰敗的時候 可能習近平也猶豫了 而且習近平完全沒有毛澤東的權威 如果他有毛澤東的權威 毛澤東就一個人決定要去朝鮮 去北朝鮮跟美國拼鬧 就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韓戰 朝鮮戰戰爭 其他人反對無效 他就去拼鬧 但是習近平現在受到黨內的牽制 就是像中國的國營企銀行反而不跟俄羅斯合作 規避二級制裁 是因為這些系統在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主管之下 所以李克強不贊成去跟俄羅斯合作 但是有些軍工方面 其他體系 在習派的支持之下就去跟俄羅斯進行悄悄的合作 包括栗戰書的表態 所以由於這樣一個中共內部的派系牽制 和反習派的牽制 習近平很難遂他的意志 所以我認為習 中共習近平知不支持俄羅斯 俄羅斯潰敗是肯定的 因為阿富汗他的潰敗 阿富汗當時只要阿富汗人敢打 有國際戰 被後面提供武器支持 蘇聯就十年戰爭潰敗 同樣烏克蘭戰爭不管多長 只要烏克蘭人敢打 烏克蘭背後有國際支持 俄羅斯的潰敗是肯定的 所以中共是去支援他 是呼湯到火 是這個叫做什麼暴心救火 如果不支持他 俄羅斯又對他非常的不滿 包括視頻釋放出來的信息可以看出 俄羅斯狠狠地登坐立戰書 表情很凶狠 意思就是說你說話可要算數 是你說的 給你錄音 給你放出去 所以這兩個國家互相牽制 而且中亞這個競選上上海合作組織 中俄也在競爭它的影響力 那麼俄羅斯是它的軍力 和地緣政治的影響力 中共是經濟上的影響力 就是所謂的一帶一路 所以這兩個是中俄之間互為利益 表面上互為同盟 背靠背肩並肩 實際上是互相利用的關係 必要的時候都可能拋棄對方 看這次給英國女王病逝 俄羅斯總統普京和中國的國家主義 習近平爭相給查爾斯發賀電 給女王那邊發宴電 給查爾斯發賀電 結果普京都搶了個頭箱 普京還搶在習近平前面 通過這種關係就可以看出 雙方雖然想合作對抗西方 但是還是隨時想 只要跟西方一改善就拋棄對方 所以中國互相利用的 實質關係是始終存在的